亲友们好,我是四郎 今儿讲的是广棋杯快棋赛 乱战天王红制对笑面佛徐天红 这是个两局制的比赛 第一盘合了 那又接着下 每个人六分钟走一步加三秒 如果再合 那就玩合棋黑胜了 第一步红天王跳马 笑面佛充足 挺兵 上马 补向 横拘 红方也是横拘 不向 亮出来 仅仅走了几步就已经没铺可循了 黑方笑面佛来了一招四脚炮 天王马八尽棋 堂堂正正 黑方居九平二 笑面佛这个棋也是很有风格啊 许仙和赵新兴都没见过 很诧异 现在抓炮 红方出局保 黑方拐脚马 红方这儿呢 并没有浸泡压上去 他进局巡河 那黑方过来了 先给他顶住 冲兵火马 不吃 笑面佛穿弓而过 咱手着呀 红方 左马盘合 眼看要冲兵过 和采局扩大优势了 笑面佛 微微微一笑 宋卒上岸拱鞠 天王收了 黑方进马 采局 这小马很活跃啊 红方平鞠 顶死 很合理 黑方退鞠 红方下一步有问题 先说正手 退炮 不是 都可以 他来了一招马三进四 大家瞧一下 红方的鞠啊 被自己两匹马架住了 此时笑面佛 虎口陷马 挂脚能抽鞠 冲中足 也能把这鞠拱死 当时用象踩马 也算顽强 黑方拱鞠 红方送兵 吃了 退马一蹬 拱掉 采局 平足吃马 确实没丢子 但人家黑方小足过河了 现在拱着马吃着象 亏起是肯定的 红天王下笔炮一将 上市 逃马 平足拱象 可以走 笑面佛马七进五 算得远呢 红方如果落相 黑方就进马一打 等他躲开 黑方往这边一跳 又来齐了 因此红方不敢躲向 实战 马六进五 先顶上一顶 黑方利用担子炮 把红方阻断 逃炮 出狙 天王禁居足林 笑面佛捉马 平炮宝 黑方打底下 这肯定不能落 黑方可以进马 再来一下 既能挂脚又能握槽 绝对不行 现场把底项飞走 这个时候 笑面佛把足送掉 这手机很不错 你不管他未来就是祸患 吃装兵啊 向下冲 拱炮 进九宫啊 当时天王真没管 其实正手 就是吃足啊 黑方进马踩两个 红方不能再回原点了 黑方踩完炮 这马就脱根了 比较好的一个去处是这儿 同时也松开向腿了 不怕马踩 黑方抓呢 往这跳 再抓呢 就退居宝 问题不大 看实战 当时笑面佛 妙手送足 天王用强了 没管 他吃了这个足 打开了黑方炮路啊 下敌一将 捕士 出老将叫杀 一套小连招 红方平炮 七马将 黑方得的 送炮一将 其实吃掉也可以 红方无非就是抽个马 那还是黑方战友 当时回老将 没毛病 下敌居将 砍士将上将 分鞭炮 准备重炮将 虽然说死不了 但是黑方得回这殿 挺难受 笑面佛退马踩刷 红方平炮一别 叫杀 黑方 黑方平鞠腰队 都已经到这地步了 不可能换 杀敌事 黑方吃掉中兵 红 退鞠足临 黑方 马三进二 这鞠马炮族 已经把红方老师包围了 下面要做的就是平鞠 下敌将 红方必须抢位置 没关系 黑方家里还有一炮 可以放在中间呢 红方甩炮 其实不管他也行 当时拦一下 稳健 红方没骑啊 撑个势 出将 平鞠抓足 最后黑方中路放炮 一招 逼逼 到这儿红方投了 因为这里只能弃鞠杀炮了 你落相就拱 落势呢 下底没了 铁明砖 这门快骑又讲完了 感谢收看 我是四郎 下期再见